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Sukiyaki United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阴阳师 我做这个视频有可能是为了穿一下这套衣服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已经上瘾了 无论如何阴阳师也是当下大热的一款游戏 所以我也想先这个机会 聊一下自己对这个游戏的感想 我开始玩这个游戏其实是比较晚的 前几天刚刚签到60 60还是65 所以就是玩了两个月 其实暑假刚出的时候 我就有朋友安丽,我说安东安东 那个阴阳师很好玩,来不来玩啊 但当时我在准备考试是吧 所以我就义正词严地回绝了它 不玩,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庆幸 幸好当时没有玩,不然的话 现在我就不知道身处何地了 然后直到万圣节的时候 我在北京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 然后席间有十名罗羊 只有我和小兔两个人不玩阴阳师 其他人都在拼命 就是非常激烈地讨论这个关于阴阳师的事情 这让我觉得有点好奇 后来我也是慢慢了解到 就是在我的小伙伴里面 他们受过高等教育 非常聪明,非常理智 而且还是罗娘 他们当中有那么多人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尤其是金钱 很多人投的这个数额怎么说呢 就是到了网易派客服 给他们打电话这种程度 所以出于好奇心和这个科学探索的原则 我决定尝试一下这个 能从罗娘手里 把买小裙子的钱拿走的游戏 而以下就是我的探究报告 首先我想说这个游戏做得非常的好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一个游戏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迅速地走红 而且吸引了无数玩家客金 这个游戏做得一定是好的 它的视觉效果以及声优阵容 大家都是众所周知 所以我也不再赘述 而我呢会关注于游戏设计的一些小细节 来谈一下我个人的想法 首先让我觉得很惊喜的是 这个游戏提供的大量辅助性文字资料 这个东西 因为我也不是学游戏设计的嘛 所以专业术语我不知道 在英文里面我们一般会叫它 Lore The Lore of the Game 就是这个游戏的 比如说你在恐怖游戏里面 你会捡到一些信件啊 或者一些破损的这个档案啊 然后你可以去读 那么这些文字资料就属于Lore 因为它对于剧情的发展 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必要 它可能只是一个旁之细节的 这么一个小故事 但是但凡是一个好的游戏 它一定有非常出色的辅助性文字资料 因为它们虽然不能够帮你过关斩将 但是它们可以为你更好的塑造这个世界观 而阴阳诗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 就包括每一个诗神都会有传记 可以解锁是吧 以及我发现在那个诗神图件里面 如果你点进去的话 它对每一个诗神还会附加一个背景性的一个小文书 而这些其实就是阴阳诗这个游戏的辅助性文字资料 也就是它的Lore 这些文书它并不能帮你斗技取胜 也不能帮你通关这个困难的副本 但是它可以为你营造一个更真实的平安世界 它可以让你对这些本来千篇一律 没有任何性格的诗神 产生一个更深的了解和多一点感情 而这些感情就是能够让玩家更加投入这个游戏的关键 比如说像狸猫这个角色吧 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它就是一个普通的 就爱喝酒的一个狸猫而已 但是你去看它的这个诗神图件里面的介绍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很有故事的狸猫 这是一个什么 是意外伤害了有人 然后选择离开 然后就是一个特别苦大仇深 然后特别深沉的这样一个狸猫的形象 就悦然指上 再比如说孤祸鸟 我是一个直到三十多级都没有孤祸鸟的人 但是我组队的时候会看到其他人用孤祸鸟 然后我听它那个战斗时候的一些说的话 能够大概听懂它是要保护什么东西 什么我非要保护什么东西不行 我一定要保护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当我真正抽出孤祸鸟之后 我去看它的这个诗神介绍 太萌了 就是攻击力这么强 这么欲解 这么强硬的一个形象 的这个孤祸鸟 居然很喜欢小孩 这真的 我觉得特别特别可爱 所以就是 所以通过这种很简短的文字资料 来给每个诗神一个性格 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的聪明 既不太费力气是吧 又能够很好的让玩家更多的了解 更多的喜欢这个平安世界 然后就是我的第二点观察 也就是这个行动因子的分配 那么所谓行动因子 其实也是我自己想的这么一个名字 我觉得专业的课程里面应该会有一个 更加就是专业的这个标准的名词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行动因子就是游戏里面 你没了它就不能行动的那个因子 比如说Candy Crush 这也是我个人玩的一个这个手机游戏吧 Candy Crush它应该是有五条命 对吧 然后你每失败一次就会扣一条命 当你的命没了的时候 你就不能再游戏了 所以这个行动因子自如其名 它就是玩家没了它就不能行动的这样一个因素 而在很多这种过关式的手游当中 行动因子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课金点 因为比如说Candy Crush 当命没了的时候 你就玩不了了 但如果你还想玩怎么办呢 要么你可以等一会儿 因为一般的行动力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恢复 第二你就可以课金 你花钱的话就可以马上买这个行动力 你就可以继续玩下去 但是这个设计其实从本质上来讲 是有很大缺陷的 因为它给了玩家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课金 要么就是不玩 而这两点对于这个游戏设计者 对于游戏开发商来说 可以说是两个非常极端的结果 玩家愿意给钱 当然好 但是玩家不玩 其实是作为开发商来讲 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你把你最大的恐惧压上去 其实就这个赌注非常大 就对于他们来讲 其实是个很不好的结果 因为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是玩家说我不玩了 听到这里你一定猜出了 在阴阳师这个游戏里面的行动因子到底是什么 但是你想的一定全吗 在阴阳师这个游戏里面第一行动因子 当然就是体力 是吧 体力你基本上干所有重要的事情都需要体力 而且体力也确实是会随着时间而慢慢恢复的 它符合这个时间因子的一切属性 但是我觉得阴阳师游戏设计里面最聪明的一点 是它把行动因子极大的扩散化了 你想一下 如果你没有体力的话 你在阴阳师里还可以做什么呢 你有白鬼券的话可以夹白鬼夜行 你有突破券的话可以打结结突破 你即使没有突破券也可以参加阴阳聊里面的突破 阴阳聊里也没有的话 你可以打夜圆火 夜圆火的券也没有的话 你可以打世神碎片 世神碎片也没有的话 到了时间你可以打这个妖怪退治 妖怪退治时间不到的话 你可以打斗计啊 不想斗计的话 你可以打鬼王挑战啊 周末没有鬼王 你还可以打阴界之门啊 我不知道我想的是不是全 但是这个游戏里面有非常多的行动因子 在你使用体力探索的时候 你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券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在阴阳师这个游戏里面 你很少会发现自己无事可做 然而话说回来做很多重要的事情 还是需要靠体力 不管是刷狗粮还是刷御魂 所以说这是这个开发商下了一盘很大的棋 他一方面不让你走 用各种各样的小游戏来留住你 但是另一方面当你玩了这些小游戏 当你这个时间和精力都投入的足够的时候 你就会想把这个游戏玩好 而真的要玩好的话 你还是需要去买体力 所以这个设计我觉得真的是两全其美 非常聪明 而我们都知道像阴阳师这样的抽卡游戏 它的课经点往往不是这个行动因子 而是抽卡 但是这两点其实都是就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 就是当你投入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当你足够喜欢这个游戏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玩好 而玩好一方面需要体力 另一方面当然也需要这个很好的试神 所以你就还是要抽卡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抽卡的一个圈套 那么如果所说这个辅助性文字资料的丰富和这个行动因子的多样化 是我觉得阴阳师这个游戏设计里面非常棒的两点 如果你以后设计游戏的话可以参考这两点哦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就稍微聊一下我个人的游戏感想 和一些我觉得阴阳师这个游戏还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吧 那么首先说到阴阳师 当然很多人都会想到阴阳师这本小说 以及小说改编的电影 然后我觉得你说这个阴阳师游戏和它完全没有关系吗 不可能就包括像袁波雅还有这个巴巴比丘尼 这样角色的引入其实都是和小说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既然有了小说和电影 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阴阳师游戏里面 我个人觉得比较弱的一个方面 就是主线剧情和这个主角的性格 刚才说的这个世神的性格通过那么很短的一段介绍和这个传记 很多世神的性格描画得非常好 非常活灵活现 也非常萌非常可爱 但是相比之下 我觉得这四个主角 就性格都比较平淡 就是我都没有特别什么的感觉 而且尤其是这个安倍晴明 这个主角 晴明 如果你看过电影或者看过小说的话 是一个那么有魅力 就是一个那么 哇就非常神奇 非常吸引人这样的一个性格 而在游戏里面就相比之下 真的是差太大了 所以我刚开始玩的时候 在这方面我的这个心理落差非常的大 剧情章节是随着玩家等级而慢慢解锁的 但是我曾经一度就会攒好多张 我根本就不去玩 因为我觉得这个主角性格 真的是完全没有吸引我的地方 尤其是他还叫晴明 他和之前作品里面 这么有魅力的晴明比起来 就根本是天上地下 当然我也能理解 这个阴阳师不想把自己做成一个同人游戏 所以可能有意的规避了这样一个性格 可以看出来就袁光雅 比如说 他的性格和这个原作里面 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可能是故意的 是 但是你性格不同 不代表就没有魅力 是吧 晴明的性格可以完全不一样 但是还很有魅力 只是这个游戏没有做到 就包括晴明 包括博雅 包括神乐 巴比丘尼 他们的性格都是非常刻板 就动漫里面非常刻板的这种 就是就没有深度 而且是一个比较常见 比较俗套的性格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有点遗憾 如果能够让玩家 就是深刻的喜欢上这些主角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游戏的吸引力 也会增加很多 然后除此之外 应该是有一个好的地方 打一棒子给个胡萝卜 就是说 他这个团队在不断的调整 和不断的就更新 比如说就是在我开始玩 这短短的两个月之内吧 我看到了很多变化 就比如说那个蹭结界的那个结界卡 我刚开始玩的时候 你是要一个一个的点进这个结界 然后去看别人的卡是什么 但是到这个最新的更新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点 它会有一个像一个表单一样 你只要点名字 就可以看到它的卡是什么 这样的话蹭结界也就方便了许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更新 再说一点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它这个战斗方面 这个平衡性做的还是不错的 就包括每一个这个士神 都会有各自的能力 然后士神可以搭配的这个御魂 种类啊 然后能力啊 也都很不一样 所以搭配组合之后 会产生很多很有趣的效果 所以这种研究战术这个乐趣 也是我觉得阴阳史里面很大的一部分